好啦 人潮多比较担心的会不会也留下了很多的垃圾 因为去年的跨年晚会在台北这边就留下了将近有十顿的垃圾 让人觉得我们的功德心是不是应该好好加强呢 而今年在市政府的强烈酸倒之下呢 有一些些成效 垃圾量是大幅减少 清洁队员们表示他们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清理完成了 也算是为晚会留下美好的祭典 去中人散 民众封完跨年后 才是这群清洁队员们工作的开始 您一定忘不了这一幕 去年2012年台北跨年晚会之后 民众乱丢垃圾的结果 真的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而相较之下 今年2013年 这场垃圾节似乎好了许多 大概1点27不结束 那我们就开始清大概是2点多一点就全部都清完 今年的垃圾量比往年相对看起来是减少很多 为了让垃圾减少 台湾市环保局先是想出行动垃圾桶的服务 接着还有大学生发起垃圾不落地活动 不停的宣导果真起了作用 往年要清上好几个小时垃圾 今年倒是半个小时就完成清理 不仅让清洁队员们开心 也让这场欢乐的跨年活动画下完美句点 从一个小时垃圾里 和墓上缺益 差不多这么多